我老公有点做贼心虚 背着我偷偷打手 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 我怎么归弄他 我得让他知道知道 他媳妇我 就是中华三八版007 老公 我要洗脚 来了 哎呀 啊对 媳妇 这啥呀 你不刚才说吗 老公 我要手表 你哪只耳朵听见 我管你要手表了 不是 那你说啥呀 我要洗脚 洗脚啊 洗脚手表 听得差不多 我给你接水去 姐妹们 我的经验大家千万不能忘 一旦你老公出现这种 心不在焉 魂不守舍壮 那百分之百有情况 来喽 哎呀 给小乖乖洗脚了啊 哎呀 这小哥哥 哎呀 这小脚哈 软乎乎的 我的小脚 软乎乎的吧 嗯 软乎乎的 把软乎乎放小车上 那就是推 软乎乎的 那你看 这只硬爵 觉得是啥 我让你洗脚 你洗鞋干啥 我是媳妇 这先洗鞋 后洗脚 程序合理 身体好 你们家合理程序 就是先洗鞋 后洗脚啊 对呀 那咱家的程序 不就是先洗口罩 后洗脸 少废话啊 今天你可有点不对劲 不 不对劲吗 我 天天 我不都这样吗 是吧 哎呀 心里有鬼吧 心里有你 你才是鬼呢 说吧 是你自己交代呀 还是我使用点非常手段 你再往外吐露啊 我 自己交代呗 说吧 今天都背着我干啥事了 我 我 说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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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异性了 你接触哪个异性了 我 我 我 就楼上那张奶奶 她今天那个买菜 她拎不动 我给拎楼上去了 你现在学会跟我玩概念混淆了是不 媳妇啊 我压根我就没啥事 你成天一事一鬼的 你小子是不见骨灰盒 打死都不哭啊 非得让我给你提个醒啊 哎呀 那就请你给我提个醒呗 我 你今天中午给李斌打电话 借钱呗 没 再说一句没 没有 你再说一句没 没借我 借没借你那是另一码的事 你说 你借钱干啥 我 媳妇 你从哪看着李斌的 我跟她说啥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啊 你就说你今天这钱要干啥 不是 那 李斌跟你咋说的呀 我 少废话啊 真逼我动手是不是 没没没媳妇 我说不说 不是 你说不说 不是 你说不说 我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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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你老家呢啊 你到底说不说 我 我这不快说了吗 说 我 今天早晨吧 我 我上班 上班啊 嗯 嗯 我就没赶上公交车 然后我这时候我就看着马月了 哎 我想啊 我跟马月我俩就 一道啊 我就系她那车 哎 我就带着马月 刚一走 夸叉 结果老头给撞了 当时交警就过来了 罚了五千块钱呢 我三千他两千 哎 那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送去呗 你给李斌打电话借啥钱呢 我不行 你烦马月嘛 我就没敢告诉你 哎 这事儿 就这么简单吗 那 那不就这么简单吗 还有多复杂 你看你这人 这 是假的 哎呀 哎 你说你大清早 骑人马月电动车 回头给老头撞了 人马月还打两千块钱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 给马月打个电话 道个歉呢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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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打啥电话 你有他电话呀 没有 那就好办 啥 不是 我说那个 这事儿的好办呢 哈哈 媳妇你看啊 这样过两天呢 我看着马月 哎 然后呢我把他电话邀来 你再给他打呗 不用 我有他微信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马哥 马哥 你在吗 哈哈 在呢 咋啦 弟妹 啊 是这样 我老公今天早上跟你在一块儿吗 没有啊 我跟你嫂子在三亚旅游呢 我们出来半个月了 那个回去的时候 我跟你嫂子请你俩喝酒啊 谢谢马哥啊 啥解释 不是那个 你刚才喂的谁 马月啊 你不是早上跟他一块儿撞的老头吗 我啥是说马月了 我说的是文月 电视台那个 文化的文月 为了月 文月 不信哪 你给发微信 没有 打电话也行 也没有 哎呀 那这事 那也不用我了吧 我就纳了闷了啊 同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 他咋就不能互相信 我 谁啊 大哥 在家吗 文月 呀 呀 你这是文月呀 嫂子吧 进来进来进来 在家呢哥 进来进来 文月啊 你来正好 你给哥做个证明啊 今天早上是不是咱俩骑车给人撞了 有这事吗 有这事吗 是啊 有 那个 今儿咋唬我跟我大哥骑电动车 对对对 电动车出门口给老太太撞了 天儿老白眼 咋呀 我没撒谎吗 你刚才咋跟我说的 骑车给老头撞了 文月 喂 你咋说的 那个骑车给老太太 还是老头啊 啊 你啥眼神啊 哈哈哈哈 你们啊 是这么回事 这大冬天天太老了 对对 说得好 那谁知道 那是老头吗 还是老太太呀 看不出来 那是老头吗 长得你叫老太太 哈哈哈哈 快去 呀 大熊年 你这是 你这是干啥呀 哎呀 啊 哎呀 嫂子 我习惯了 那个 没事 哎呦 我家还有事啊 我这不多态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你嫂子啥你 我不走不行啊 你家嫂子太猛了 我本来和你上 你这多我媳妇 结果我一来 情况不对啊 我媳妇比你喜欢 真的温柔多了 我老幸福了 你呀 等着 明年让我见着你啊 保重啊 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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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媳妇 你看 错了 去 把电脑桌上东西拿过来 这 媳妇 我新买的键盘 你别给我归坏了 拉倒吧 都归坏半打了 不差这一个啊 把那媳妇给我拿过来 抽得离呢 不是 你写离婚协议了 啊 我跟你说啊 不管你写啥呀 怎么给我离 我不跟你离 哎呀 我发啥罪了你给我写证后离婚协议啊 你打开看看 快点 打开 钱 三千块钱 够了不 我媳妇 你知道我拿钱干啥不 刘佳佳他爸在医院抢救呢 押金不是缺三千吗 我说媳妇啊 你能不能不这么考验我呀 啊我跟刘佳佳我俩那是大学时候的事了 自从咱俩结婚以后我压根就跟她们没联系过 别说了 我也没问这么多呀 来 把这钱 快给刘叔叔送去啊 不是 真的 媳妇 真的 哎呀 你咋真好呢 不好 好 哎呀 哎 不对呀媳妇 啊 你咋知道这事呢 废话 你的同学圈里也有我 哎呀 这同学圈啊 太坑人了 哎呀 走 我陪你一块去 走 哎 等会儿去 没换鞋呐 没换鞋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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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